陳先生及NoNo 對於任何的指控沒有影響 我覺得這就是因為 對他來說 這是微不足道的日常 因為他可能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有一個新的受害者 每天都有很多受害者 然後可是卻對我們這些受害者 是一輩子的陰影 他覺得稀鬆平常 這很正常啊 你就是過來 你就是 我就是要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 這已經造成我一輩子的陰影 導致我這十幾年來 我每一天 從那時候進演員圈之後 我開始每一天都要吃安眠藥 放鬆劑 住憂鬱症的藥 我才可以入睡 直到今天包含鋼材 就是我每一天都必須這麼做 因為很多事情 你以為那沒什麼 可是卻是別人的一輩子 那我覺得有一句話 非常有道理 就是天底下 沒有不會被發現的罪行 只是時間